好 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等日龙 来今天民国113年5月17日星期五礼拜五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呢 长时间呢 我都把吃喝玩乐比较轻松愉快的单元呢 放在这里 方便大家呢 周末之前呢 做生活调整 可能是也能够接收到的比较多元的生活资讯 不过今天呢 今天的节目内容安排是有点特别 我也不能说他是吃喝玩乐 可是我在 我在 我在认识我的来宾 认识我来宾呢 所带来的产品 当然他 他会是我们非非得的新客户 但是并不是因为他是非得的新客户 所以我要摆在这时段 而是他所提供的产品 对于当下的我 以及我平常生活在照顾自己家人的时候 他让我突然间觉得 有救了 因为我周围的 跟我们同年纪嘛 到了这年纪的时候呢 其实你想我们五六十岁 家里面的老人大概就七八十岁 八八九十岁 所以许多人都自己的时间安排 自己的情情绪 社交都会 过去二十年是受到小孩子迁移 小孩子绑绑绑绑绑住了 所以很多人就放放弃了自己的社交生活 朋友都都都都不见 到了这年纪的时候呢 是老人会会会占掉你非常多的时间 你走不太开 里面的很大一部分呢 对老人的照照顾 他要跟小孩不太一样 老人的照照顾 他可能有认知 有情绪 他还会有一些 有一些是属于 你觉得他他像个小孩 可是他不觉得 所以呢那种的 在照顾老人当中的困难度啊 你没有经历过 你是很难想象象的 那有时候对你来讲的 可能是很强的情绪 跟信心的冲冲冲击 但是里面又有很复杂的亲情 他一定是你的谁谁谁嘛 好吧那在过去说 做老人照顾之后 或者呢我们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里面如果有有长辈的 我相信 你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 当你需要一些 一些特别的照顾的时候 你每一天的 一天三餐的吃 对你跟照顾你的人 绝对是很大的困扰 那个很大的困扰 大到什么地步 我们待会慢慢谈 但是今天呢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呢 我觉得 这玩意儿 很可能会帮我的听众朋友 很大的忙 不管你是在照顾家人 或者你本身就已经 是一个被照顾者 好那 待会呢 这这段的节目呢 请请你就说 专专心的听 我会 我会尽可能的讲清楚 同时让你认识 现在作为一个老人 没有这么的困难 特别在生活当中呢 食衣柱形的 名以食为天的 那个食的部分 如果作为一个照顾者 或者被照顾着 有一个老人 如果他吃的太随便 太将就 是反复加热的 或者很多的老人 会觉得他每天都在吃 喷 就就是吃菜味啊 那那个味道口感已经没有 即使他的味觉跟嗅觉会退化 可是他还是可以吃得出来 闻得出来 这食物 就就是同样的食物 反反复复的加加热 没有什么变化 当你对食物已经失去了热情的时候 你一定对生命失去的热情 我可以跟你说 这是百分之百的 尤其到了你年纪大 行动力活动力社交都没有 周围的朋友都快快快不见的时候 如果你连吃的欲望都没有的时候 你绝对呢 对于人人人人生呢 充满了灰色思识落感 好那如何呢 吃的健康 同时又能够吃的下去 同时又让你觉得每一餐的食物呢 都是为我准备的 这是今天节目的重点 来在我们现场的来宾 他是日本一个叫做QB QB的借户食品 什么叫借户食品 我待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借就是 借应该怎么讲 借应该说中借 对不对 借入照护 借入照护 借户食品的台湾的总代理 这个叫做QB QB是一家怎么样 待会也请我们的来宾介绍 这个借户食品的台湾的总代理 吴斯凯 他的英文名叫Sky 吴斯凯在我们的现场 欢迎 诶 唐大哥好 我是QB借户食品的Sky 好那QB呢 这个借户食品呢 他专注呢 高龄者的进食的吞咽问题 是 这个是个大大问题啊 就是老人的老化的过程当中 呃 尤其呢 老人牙 牙口好的非常少了 是 非常非常少 慢慢吃东西 吃的慢 然后同时担心 担心可能会噎到 是 就是这吞咽上面的问题 口感的问题 口感的问题 其实是 是看起来好像并不是跟健康最直接相关 可是最后会影响到你的进食欲望的仍然是口感 然后有没有变化 是 这都是很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光是在我的面前摆的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借户食品的餐包 对我来讲呢就已经非常的惊讶了 我我今天才知道说哦原来已经有厂商在做这些东西 台湾没有这么有系统 有一个厂商很有系统的在做这些东西 对吧 台湾还是有厂商在进行 只是说就像刚刚今天我们唐大哥刚刚所讲的这些产品 其实对台湾来讲它是新的产品 其实这些产品在日本已经快要30年了 日本在将近30年前他们就开始在做这样子的产品 对它开始高龄化的社会出现的时候 它就在做了 其实借户食品的产生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最早日本QB为什么开始做这个产品 是因为我想有去日本大概都知道 日本有一个特别的食物叫做长期保存室 就是发生灾害发生地震的时候 每个家庭要有一包背着走的那个 一号包了 对 要有一些背着就走或者被困在家里面 那个包包在你身边 有食物可以让你暂时撑一堆 是当时QB就发现 这一个包包里面没有适合长者吃的食物 所以他们开始试着去设计这样的产品 这是借户食品的一开始 那后来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 会有3000多个不同的品项呢 就是因为日本在20几年前 他们就已经开始高龄化了 那他们发现一件问题就是说 当所有人慢慢高龄化 而且速度很快 我的医疗体系是容纳不了 那么多的长者到医院去的 所以我必须要让长者可以在家 自己照顾自己 而且轻松的照顾自己 所以他们开始发展这一些产品 让长者可以轻松的 依照我现在的牙口状况 我的吞咽状况 我自己到我邻近的超市 邻近的 我平常买东西的地方 就可以买得到这些产品 所以他的一开始是这个 那他为了达到的目的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常讲一句话很简单 同桌共餐的幸福 如何让长者在慢慢老去 慢慢咀嚼退化的过程当中 跟我们一起坐在餐桌上吃饭 可是他吃的 看起来跟我们是一样的东西 而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 很多脚打的这些泥啊 吃不出味道的东西 就像刚刚唐大哥讲的 比较重一点的 叫做喷这样子的吃饮的食物 所以他们希望 日本人希望照顾到健康 照顾到营养 照顾到你的需求 还照顾到你的尊严 这是介护食品 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奇迹 这些的餐包 我就有搞头 他不只是在地球上面给老人吃 我认为将来太空人的食物 我告诉你 太空人大概就要等这些东西 你将来 我常常跟一些年轻世代的朋友 讲你们将来不在地球老去的机会是很大的 那在太空人吃什么 要好吃啊 是 这东西打开了之后呢 他都有可能成为太空人的餐包 是 以他的现在的处理的方式 所以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惊讶 好吧 这个呢 QB的这家的厂商 他做一个食品的大厂 你刚刚说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是 他1919年成立 但他开始做这个介护餐包 大概这30年的事情 是的 我看到你给我的这个DM里面 第一个他的 他的餐食分四集 这四集是按照他的吞食的容易度 是 对不对 他简单说 他有四个颜色 我们的餐包 每一种质地 他会有一种颜色 从紫色粉红色橘色绿色 每一个颜色代表一种质地 紫色就是一般的软食餐 所以我们一般牙口不好的人 你可以选紫色的餐包 粉红色就是 如果我还有牙齿 只是因为缺牙或者是直牙 咬东西稍微辛苦一点 你就可以选择粉红色的餐包 有颗粒感 我刚刚我刚吃了 就是说我 我现在再吃一口 就是说 他的味道是好吃的 我跟他说 味道味道是好吃的 虽然都看起来是粥状的 是 看起来是粥状 你把它想象成 不同等级的咸稀饭 是 里面有各种的风味 各种的调味 然后可以适合 你不同的牙口 跟不同吞咽能力的老人家 可以吃的 而且这个餐包 还有一个细节 技术上的细节 不知道唐大哥 有没有一个感受 就是说 您现在吃的这个东西 它的加工感很淡 什么叫加工感很淡 就是说 当你如果用一个漂亮的餐碗 漂亮的餐具把它装起来 像县煮的 像县煮的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加工食品 这也是日本人的细节 他希望做到这件事 让长者不会排斥 就像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在吃的食物一样 只是质地适合他 对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质地 第三个质地 橘色的部分就是 当我完全没有牙齿了 我只剩下舌头 跟上厕在挤压食物的能力的时候 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也可以吃的 那最后一个阶段 绿色就是 光用光保嘴巴 闭起来 放进口的嘴巴里面 用舌头去把它压碎 或者不用压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 你发现 其实我刚刚好 抿一下你就可以吃 我在 我再吃一口 这是第三集的 对 就是更软的 其实它还 看起来时候 仍然可以看到 一颗一颗的 视觉上跟第二集是一样的 视觉上跟第二集是一样的 可是你吃起来之后 只要你能吞咽 它都OK 口感就好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 如果假设 我们今天就算是年轻人 我在植牙 或者有一些 他可能是口腔癌 他做完手术 他可能没有办法 吃一般的食物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适合的 你想很多 然后到了第四集 第四集就是完全的细腻 就像我们传统 吃到果汁机脚打的 可是QB在这一块的 比较特别就是说 我们想象的脚打 就是果汁机打完之后 你可能已经感受不到 食物的味道了 可是QB它会非常明确 让你知道 你今天吃的是鲜鱼 是鲑鱼 是鸡肉 是猪肉 味道都非常的明确 这个是他们在技术上 非常成熟 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好在食物的 就是说吞咽的难易度上 其实没有任何难的 基本上 基本上它就不是 你健康正常 在饭桌上面 点的热乎乎的热炒 食物的那种的等级 它都已经基本上面是 一个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家 同时有一定的吞咽上面的考量 的食物 你再来考虑到 考虑刚刚讲的QB的这些的借户的残包 好那刚刚说分四集 那每一集呢 其实呢都有很多的口味 是 我正看他这边的 譬如说Y Y还1到1到4 1到6 这什么意思 Y1就是第一阶段 Y2就第二阶段 那就是他的编号 就是他不同的口味 那他的餐包的设计 比较像是 你去餐厅点餐的感觉 你今天想要点什么菜 Y2 Y2 3 或者说Y1 6 你今天要点 譬如说你要点鲑鱼粥 你想要点青子冻 他希望让长者 就是你去餐厅点菜 去餐馆点菜的那个感觉 所以他都是一道一道菜的感觉 那有主食没有主食 有主食就是有饭有面 或者是没有主食的 因为有的时候 长者他只是餐跟餐的中间 他需要填个肚子 因为有很多长者 可能正餐 他是有办法处理的 可是餐跟餐的中间 目前比较多的长者 去选择所谓的奶水 营养品去喝的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喝 再来一个 大部分那一些产品都是甜的 对 我们的餐包就可以提供 他更多的选择 很轻松的就可以用餐 对 我有照顾过老人的经验 就是老人家到了 到了当他牙口不好的时候 行动力不好的时候 他对于食物的那种 跟着家人或者正常坐在餐桌前面 吃一顿新鲜食物的感觉的渴望 是 是我们还在正常的人来讲是很难想象 他非常的渴望 他也希望他每天吃下去的食物 每餐的食物是不一样的 是 口味是不一样的 不会觉得我这一餐还在吃上一餐剩下的东西 是东西加加热过或者把一些把一些冰箱里的冷菜出来再重新处理过 不是不可以 我我觉得当我们是成年人反而比较没有关系 可对老人家来而来讲 那些东西会让他更厌世 是 就是厌世 他我所厌世并不是他他就会就会怎么样 但是我说对这个世间变得没有眷恋 我们就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们自己的客户发生的 他就跟我分享 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大家族 然后家里面有一个老奶奶90几岁了 那平常大家照顾的也都蛮好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然后就想说大家上个馆子 所以订了一个餐厅 订了一个包厢 全家人都聚集了 做好准备用餐 这个老奶奶本身也有一个看护在帮他 那看护特别帮他准备了一个平常的脚打实的那个餐 就在家吃的 那准备要用餐的时候奶奶开始掉眼泪 所有人都吓到了 怎么办今天要大过年的 然后妈妈不开心了 就后来问问奶奶就说 我老了没有用了 你们吃的跟我吃的都不一样 我只能吃这一碗 所以那个是心理层面 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那种 depression的部分 很沮丧的那个部分 对啦 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那个眷恋感就没有 食物是我们喜欢这个世界的原因之一 而且是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你看到小孩子小动物在抢抢食的吃真的非常的重要 吃的开心非常的重要 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呢非常的重要 好在我们这段的我要进广告前的时候 我花一点点时间了把这些 都光是这些餐包的内容啊 我我觉得就很有吸引力啊 虽然他他做成了不同程度的粥粥物 方便你照顾老人 甚至方便你加热调理 刚刚这个就是说呢 Sky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把他用一个用一个碗 然后呢把这些的食物呢 盛装好了就放在他面前 他绝对会认为说 这是今天你特别为他准备的食物准备的餐包 而且那个味道那个口感 绝对没有这种的这种的加热食品的口感 你知道加热食品 就是你冰箱食物拿出来加热啊 不管你你怎么加 反正我一吃就知道 是那个是前一餐的 是昨天的食物在加热过的 是那如何让这种的食物 这种的餐包 这种借户的餐包 老人看到的时候会喜欢 吃下去的时候会觉得是新鲜的 而且每餐吃的不一样 这个是这个借户餐包 他在开发的时候的技术 跟跟他的跟他的呃 真正就是说投投入了 就是站在他的消费者的立场呢 去思考过 好那这些餐包的内容 譬如说刚刚讲的就第一集的 第一集的餐包里面呢 有绿汇野菜鸡肉丸 有鲜酥滑蛋虾丸 你听到丸呢 就是他里面的那个呢 那个食物的总体的呈现的表表现 跟正常食物还蛮接近的 是的 好那第二集呢 有青子冻鸡肉粥 这是新推出的 有野菜鲑鱼粥 有鸡肉牛棒粥 有野菜豚肉乌龙面 我还有面啊 而且看看到面体 还有呢 采采摇就出蔬菜 采摇先被滑蛋 第三集的就是可以用舌头就压碎的 或者说你直接呢 嘴巴进嘴巴就可以吞下去的 那鸡肉南瓜煮 还有纯粹的白米粥 日式鸡肉野菜粥 香薯干 香滑甘薯泥 野菜玉籽米粥 鸡肉玉籽米粥 好在最容易吞咽的 像是果汁鸡打过的这种的 这种的泥状的 像是冰沙热的 OK那种的泥状的 有野菜鸡肉食酥 有软硫米粥 就是阿姨啦 就是像阿姨一样 你吞下去就直接呢 吃下去了这个白米粥 然后野菜豚肉食酥 野菜鲑鱼食酥 野菜雪菜 雪鱼食酥 你听了会不会觉得 每一道你都想都都想吃 好像在你吃一 在到了一些呢 一些粥 粥品店现煮给你的 那个粥的那个感觉 你吃起来的感觉 的那个味道也差不多 而且老人吃的下去 来进广告回头聊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我今天的节目内容 因为我第一次 第一次谈这个 谈这个议题 就是我谈老人照照顾 谈长照啊 那个一年呢 总会有一些机会 因为这个是现在 现在高龄化社社会 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会老 家人会老 那到了老人阶段的时候 你家里面的摆摆事啊 生活的准备啊 你的时间的管理 都会因此而不一样 你都必须要迁就家里面老人家 我告诉你 就是他绝对不是单纯一个 请外籍看护 或者说呢 或者请长照人到家里 就能够解决的 亲近的家人 在里面一定是有角色的 好 那不管怎么说 就算是你今天呢 有有看护 那有外劳 或者说有长照呢 介入 老人到底吃什么 吃得开不开心 还是要由你来决定来安排 好 那我刚讲的 就是说呢 日本的日本QB 你先不要管什么 是QB 它是一家食品大大厂 但是QB呢 我今天才看到 QB已经开发了三十几年 配合着日本的 高龄化社会的到来 老人该怎么吃 才能够让老人的晚年 在他接受照护的过程当中呢 他吃这一块呢 不会让他显得 显得这么的委屈 老人在吃上面的委屈 那个掉掉眼泪 那不用讲 就是看着家人呢 吃一桌菜 自己没有一样可以吃的 如果他能够吃啊 我说在 你就不要跟他说 这太油啊 那太咸 我说在那个时候 他能吃就很好了 你就让他吃吧 我在我在照顾自己家老人家 我都是这样 吃你就就就就不要管 就是你喜欢吃什么 就吃什么 因为他也牙口还可以 那如果牙口不行 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你的你的照顾 你的安排很重要 你如果反反复复 只是把我们正常人 吃的食物 在经过某一些的 某一些改变之后 要放进他嘴里面 第一个你累死 第二个 老人家不见得能够能够吃 他会越来越不能吃 好吧 那QB的这个 介护食食品里面 分四集 到你最不能够 咀嚼吞咽的时候 都还有营养成分 够的东西 可以进你的嘴巴里面 而且你觉得 是为你准备的 好 但是在我们继续聊之前的时候 他说那我没有 没有吃到怎么办 我刚刚试吃了几样 试吃几样 就是说 我要 我要知道 我给我老人家吃的 是不是真的这么的神奇 我吃了之后 我觉得 其实我可以吃 就是 如果 如果真的把自己当做 自己的营养餐包的话 那这些食物 你觉得吃起来 你会觉得 是很新鲜 是好吃的 好 但是如果你要试 试试怎么办 我当然不可能请你到 非得电台来试吃 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但是你现在有个机会 因为今天我们节目播出时间 5月17 从昨天5月16开始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 南北展 就南港展览馆的一馆 5月16到19号 到这个周末 就是你今天星期五 五六日这三天 你都可以到 到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的一楼 他正在举行了台湾辅剧 辅剧就是辅助的工具了 家里面有老人 就知道什么叫辅剧 或者有残障者 台湾辅剧及长期照护大展的展览 那在我们现场的 就是说日本的QB的借户食品 在台湾总代理 那吴斯凯他们的现场 是有摊位的 是的 现场摊位是都可以提供试试 所有的口味都可以试 所有的口味都可以试试 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被照顾着 如果行动还方便 带他去 第一个 你让他知道一下 现场有哪些辅剧 是你是他可以用的 是 因为你没有看到 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 有很多时候 其实这些厂商都帮你想到 但是你不知道 是 想到你 你不知道 那也帮不上你的忙 所以去看一看 第二个就是说 很多的辅剧 其实政府都有补助 是的 你也不用 这很贵 你先问问看 如果你有跟长照系统有接触 政府的长照2.0 其实有一些的辅剧 家里面的改装等等 他基本上是有补助的 那个费用 很多是你会觉得 哇这么的这么的亲民 其实你可以负担的 去看辅剧 以及看一些照护的 照护方式如何让你轻松 以及被照护着 不觉得自己在等死 我讲现实一点 很多的照护者到后来 他会觉得他是个拖累 他觉得他在等等死 他说跟你没有话讲 不能共作吃饭 你给他的东西 他也知道你很 你已经很努力为他准备 可是他天天他看那东西 他就不想吃怎么办 你也会很心疼 好吧 那这些的借护是食品 我们刚刚在讲 就是这些的东西 这东西 他都是餐包的形态 我看到他里面的量 大概比较少一点的 大概75公克 他有最大的克数到160克 最小的克数 对75到160 所以他有大小包 可以让 就是以不同的状况 你可以去选择你要主食不要主食 食量比较大 食量比较小 你可以自由的选择 对 就是有一些如果说 如果男生 如果你的胃口还不错的 就牙口不好 但是胃口可以的 你可能一包还不够 是的 但是有一些 如果说已经身体比较虚弱的 或者说食物 食量比较 但是你要维持一定的营养成分的话 可能一包就够 好 那你甚至于可以用搭配 因为他有粥 有像白米粥一样的 也有其他各种的调理的这种的粥品 或者一级的食品来讲 其实他像是会饭淋在上面的 那个会饭一样的东西 对老人来讲 他不会觉得他在吃肾的东西 或者是因为他不得已 大家必须要特别调理的东西 这个对老人的尊严是很重要的 好 再来我要问的是 那营养成分呢 我们所有的营养成分都来自于真正的食物 这里有一个观念可能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台湾比较多的产品 他会跟你强调 我有多少的蛋白质 我有多少的热量 我有多少营养 多少营养 可是大家要知道 正常的食物 不会有这么多浓缩的营养 那介护食品餐包 他希望协助处理的是咀嚼吞咽的问题 所以他不做营养的添加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因为长者通常伴随有慢性病 如果今天我把蛋白质加高了 可能肾脏病的病人就不能吃了 我把某一些营养素加高了 某一个特定的疾病就不能吃了 所以他希望做到就是介护食品 是所有的慢性病的长者都可以通用的 可是如果你有特殊的营养上的需求 他是用搭配的方式 你需要加蛋白质 他有蛋白质的添加的产品 或者你需要增加热量 去做组合餐的方式去做 可是他不做营养上的特别添加 因为加太高了 会变成有一些人不能吃 所以在设计上面 日本跟台湾这个观念是比较不同的 那我们以蛋白粉来举例好了 很多长者他可能需要补充蛋白质 可是如果今天你让长者一般的 他可能一碗饭都吃不完了 他再去喝一个所谓的蛋白质 对他来讲是负担很重的 所以他QB设计的蛋白质 他就是让你加到你的餐食 不改变味道 不增加体积 然后用原来的生活习惯 自然而然的把它加进去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 有一些长者他可能 我平常只吃什么 你要给我新的我都不要 对 那这种长者就特别适合这样的产品 所以日本人在很多产品的设计上面 他是以人为出发点 他去思考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去找出一个产品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觉得日本在很细节的部分 在照顾心理层面的部分 做得很好的部分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事实际照顾 照顾老人长辈的经验 就像这样的餐包 老人吃多久才会有腻的感觉 其实我们必须讲 每一个长者的状况不一样 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刚讲到第四集的餐包 他其实是完全均值的 他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客群 叫做插鼻胃管的病人 很多人的认知装了鼻胃管之后 他就不需要从嘴巴吃饭 可是装鼻胃管的目的是因为 他从嘴巴吃东西的营养摄取不够 所以我们借由装鼻胃管这样子的装置 让他营养可以足够的 可是事实上第一个 鼻胃管的病人还是有机会有口进食的 装鼻胃管的同时 只要他的咀嚼吞咽能力还行 他还是可以有口进食的 那为什么聊到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遇到非常多的装鼻胃管的病人 你给他第一口食物 不管他是什么 他就掉眼泪 因为他可能一年没有吃过南瓜了 他没有感受南瓜的味道了 所以我们常常会推荐 就是说即便现在这个长者 或者这个病人的状态是装鼻胃管的 还是可以透过专业的医疗 比如说复健科 语言治疗师去判断去协助 是不是他可以经由有口进食的训练 让自己慢慢的进步 甚至未来都有机会 我们有实际的案例 他是可以把管的 对 所以吃这个东西如何会 比如说刚刚唐大哥讲到了 多久会厌缺 其实每一个长者的状态不一样 我们有很多长者 其实像我们有一些长者 他是健康的 他只是独居 他每天安排很多节目 他其实是没有时间帮自己煮饭的 或者是煮一餐 他要吃三餐 他不想 他希望自己过得精彩 每天吃都是吃好吃的 所以他有空就自己煮 没有空他就用我们的餐包 因为他觉得用你的餐包 我吃的又好吃又新鲜 所以他不会三餐都依赖我们的产品 他把他当成小帮手 就像你生活当中 我今天需要谁协助 你来协助我 所以像刚唐大哥讲到的照顾者 在台湾的社会当中 大家非常care被照顾者 可是照顾者其实非常的辛苦 有很多照顾者 如果还有家人帮忙就算了 如果他一个人 常常是分身发疏 所以会非常推荐大家 到这个展会来看 除了可以来试吃我们的产品之外 其实在展会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硬体软体的设备 是可以协助这些照顾者的 让大家轻松一点 因为你一定要放过自己 让自己有机会喘息 让自己有机会休息 你这条路才有办法走下去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欢迎照顾者 可以过来体会一下 然后来了解一下 这些产品是不是对你有帮助 我刚刚讲的台湾府剧 及长期照顾大展 它是在从昨天5月16号开始 到5月19号 这个周末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 它里面有现场的 有很多的限量免费发送的一些 一些的一些的介绍 然后这种的乐龄长照的需求手册 就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照顾需要的 那我建议你可以老人如果还能够活动 你带他来 一方面让他出来走一走 再来有很多东西他现场 不管要试吃或者要试做 要试用 老人自己试了之后 能不能够上手 那最重要 那再来呢 就是你自己也看一看 就是我光讲是不算的 虽然我刚刚都试吃了 但是我觉得很OK 就是虽然Sky呢 是我们的非碟的新客户 但是我说我今天很高兴认识你 因为他可能解决了 或者无意当中呢 解除了我最近在关注的一些问题的一个 一块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部分 大家都觉得说就这样弄嘛 就是一样 就是把正常人吃完的东西 或者正常吃东西准备一份给老人 给多拿剪刀剪剪 剪小块一点 剪碎一点 或者你连煮烂一点 都还都还比较少 好吧 虽然尽可能顾虑到老人的牙口的需要 可是有没有顾虑到他的那个生存欲望 对食物的基本的需求 好那我们今天讲的 就QB的这个介护食品 我不是说这个介护食品 就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可是他很有机会呢 让你的减轻负担减轻非常多 同时对于被照顾者来讲 不会有有那种被要被这个世界要抛弃的感觉 当他不能够不能够正常吃一些食物 以及有那个口感跟那个味道的时候 人会觉得这个世界要抛弃他了 是死亡的感觉就是那种感觉了 好吧 那进广告回头之后还有点是时间 我再花时间来跟大家讲 那如果你一方面你要你要订购 那你要怎么样订购 你如果要处理或者说你自己还有行动力 你自己要去处理这些条理包的时候 怎么样去处理 就能够让你享受到肚子饿的时候 能够最简单享受到美味有营养 同时对你来讲好像是专门为你做的食物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吴斯凯斯概聊 好 飞碟播放飞碟早餐 我去探浩龙了 今天星期五的时间了 那很难得我刚刚说了说 虽然我今天才认识他 那他大概会是我们飞碟的新客户之一 但会挑中飞碟 当然知道飞碟的听众群的base 那大概是怎么样 我再给你讲飞碟的听众是台湾所有的媒体的调查的结果 飞碟的听众是平均教育水平最最高的 平均收入最高的 基本上面都是30岁以上到60岁左右 这个是飞碟的主力的听众群 那刚好就是这个阶段 好 那在我们现场的呢 是日本QB借户食品 那台湾区的总代理胡思凯 那sky 好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些的餐包 看起来琳琅满目 很多老人的进食当中的需要 他如果能够正常去进食 我想就是老人家只要能够跟你做一桌 吃你在吃的东西 你点的餐就他吃 是 就是不要不要让他离开餐桌 就在坐在餐桌 慢慢吃都陪他 陪他吃 就是能够用剪刀把食物剪的小一点 肉 他可能不太容易撕咬等等 帮他挑鱼刺挑骨头 这个如果你能够帮他做 你都还算是幸福的 但是如果在这方面有困难 或者需要补充的时候 这个借户餐包就可以帮很大的忙了 他已经把老人的牙口的状况 再分成几个不同的等级 充分考虑到 可是虽然琳琅满目的这些的 这些餐包食物 看起来每一包都不一样 可是我问个问题 虽然我刚刻意试试吃了两个口味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 除了知道这第二集跟第三集 又是可以咬的跟不能咬的 中间的差别在哪里之外 还有我要吃它的味道 因为有许多的食物 调理食物 看起来琳琅满目 但打开吃起来之后 你会觉得都是同样的味道 就是你就知道它的烹调的方式 跟它的调味道其实都一样 所以吃起来味道是一样的 但是QB的餐包会吗 这个唐大哥可以放心 它的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味道 因为它就是以料理来做的 所以它就是让你吃到每一道料理 都是真实的食物 那我们必须讲 因为它是以日本人的生活习惯的料理方式 毕竟它是一个日本的产品 所以它就是以这些长者 从年轻到老的过程当中 他生活当中会吃的这些大众料理 然后一道一道菜端出来给你的概念 对 你就当作在吃日本料理就好了 是的 没有错 好 就说 对 我刚刚吃的这两款的时候 一个是青子冻风 一个是野菜杂炊 它除了它真实让你感觉到 不同级素的口感 有的有颗粒 还有那种的食物的颗粒感 有的人就是虽然看起来是有 但是进去都已经非常的迷惑 就是你稍微嘴巴一压 吞下去没有没有问题 如果真的不能压 用鼻胃管 那第四级的食物 都可以帮得上忙 我刚讲鼻胃管那种 鼻胃管吃下去的东西 是没有经过味觉嗅觉 那太残酷了 那个基本上面 就只是当作动物在喂养而已 所以当它再有食物进嘴里的时候 它当然会很感动 因为口腔里很久没有出现食物的味道 对老人家来讲的照顾 不只是照顾它继续会呼吸 好像还活在那里 它的生命感非常的重要 这是在照顾当中最困难的部分 但是你们产品 因为我今天第一次认识你 你们的产品 第一个我要问通路 第二个网购可以办到吗 其实在网路上目前的各大网 在momo 虾皮 Yahoo PC Home 你都可以找得到这些商品 没有问题 要搜寻的话 只要打借户食品 打借户食品 你们就不会买到别家 其实在我们的想法里面 我们觉得这是要照顾长者 所以如果有别家的产品 好的产品 能照顾到你家的长者 那我觉得那就是好事 OK 对 好吧 但是我建议你如果你一定要找到这 就是说吴斯凯的他们代理进来的产品了 就是日本的这QB的产品 你可以打日本借户食食品 或者是亚扇仪 亚扇仪是你们的品 这个这个这个餐包的品牌名的 对不对 因为它日本叫 所以我们把它用一个中文化的 叫做亚扇仪 高亚的亚扇时的扇 友谊的仪 亚扇仪不好记 是 所以所以我才会推荐大家找借户食品 好借户食品 就日本的QQB QB的拼音呢 K E W P I E K E W P I E 你会你会比较精准的找到呢 找到Sky 找到的这个 这QB的借户食品 好那 你说通路是有的 对实体通路的话 像比如说信义药局 比如说像丁丁药局 都可以买得到我们这样的产品 好我也会建议就是说 虽然现场它可能不会开 提供你试试吃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就说 如果经过这些实体店的时候呢 你可以你可以先看一看 是 知道呢 它的包装 它的介绍 营养成分 就有些认识 因为它很可能可以帮你很大的忙 帮老人家很大的忙 那当然我还是强调就是说 我不是要取代老人的餐桌 如果家里面的老人家 是可以跟你同桌吃饭的 不管他行动有多不方便 能跟你同桌吃饭的 那都是他最后的幸福 但是如果同桌吃饭 有些东西他已经没有办法吃了 你可以帮他准备 是 摆在餐桌上面的时候 他不会觉得委屈被排斥 好但是不同的哑口 那这个亚扇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QB的介护食品 还帮你分成不同的等级 哪怕你插了鼻尾管 他都帮你做了安排 好那每一包的餐包 量不一样 内容不一样 价格也不太一样 是 价格平均落在怎么样 它从90块到125块 大概就是在100块上下 OK 好 那如果 如果你是用订购的方式的话 当然你看每一个订购的外送的平台 它的规矩怎么样 我也不敢跟你讲 好 但是通常你可以开始订一些 在家里面 如果要加热处理很困难吗 它其实是完全熟的产品 就直接打开就可以吃了 对 如果你可以吃冷 冷食的话 那是OK的 对 不用放冰箱里面 不用 常温保存就可以 常温保存可以保存多久 它其实它的保存期限 可以到达25个月 可是我们强调它是没有放防腐剂的 QB在食品包装的技术是非常厉害的 对 它可以保存两年没有问题 可是打开之后 我们会建议不要超过一天 如果你要隔餐吃 我们会建议要充分加热 所以在开封之前你可以放两年 开封之后要当天吃完 OK 买回来之后不用放冰箱 平常因为你要加热也比较快 那不用放冰箱 不用放在冷冻库里面 因为老实讲 冷冻的东西是拿出来 味道多少跑一些 你就常温保存 常温保存 你要加热也可以 像刚刚的吴斯凯 他是拿他的保温杯 就像是这种散模式一样 你只要把热水倒进去 把条理包放进去 不用火不用电 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怕 长者自己在加热的时候 忘了关电忘了关火 没有错 他只要保温杯 隔水加热 五分钟马上一餐就好 OK 因为老人家还有个特性 就是他很不耐烦 是 就是如果他肚子饿的时候 你如果拖太久 你可能很认真准备 你也会觉得很委屈 我说这样 你照顾老人的时候 你不跟老人发生冲突 是很难的 是 因为他已经不是 你认识的那个爸爸或妈妈了 是 他真的已经 有些时候 已经返老还童 会出现一些小孩子的反应 不管是因为智能方面的表现 或者是因为 他就很闷 反应神经变慢 所以他在思考事情的速度会变慢 他的情绪管理 我告诉你 他情绪管理一定会变差 所以当他还能跟你有情绪的时候 你也要高兴 那表示他还没失智 是 等到他失智 慢慢连情绪都没有 那才是 你真的觉得 跟你的长辈要告别的时候 但是当他还有情绪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很快速的准备一餐 他想吃的东西 那个是这个条理包 能够帮得上大忙的地方 好 今天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非常感谢 当然我的事是我感谢了 我高兴今天可以知道这样的产品 好 日本的QP的介护食品 台湾区的总代理 吴斯凯 Sky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感谢 谢谢 汤大哥 好这些的产品的内容 我待会跟我的气质也研究很快的 看能不能摆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的官网上上面 方便大家做搜寻 但是实体上面你还是要吃过 看过吃吃过比较好 所以你可以去这个周末 五六日三三天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的一楼的台北辅具及长期照护大展 家里面有被照顾着 我建议你去去看一看 知道一下接下来辅具的发展 辅具的发展其实也非常快 那有很多 大家也很努力的在因应的 就是说高龄化社会的到来 再来就是到一些的通路商 通路商你可以去看一看 采购的时候有经过的时候购买比较方便 如果真的觉得出门购买不方便 或者你要长期购买 那就网路上面订购 你在搜搜寻 Google搜寻日本借户食品 或者QBKWPIE 日本的QB食品 它有个中文名字叫做亚散仪 好那你直接的网路购买 可能用快递 配送到家里面可能更方便 感谢Sky 感谢 来进广告回头新闻